海豚教育室 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 范振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們這一階段要來幫大家解讀 就是昨天跟大家預告的 我們來解讀一下 華城的法說會內容的狀況 以及未來的展望 既然這邊標示給了 華城沒有競爭對手 訂單需求源源不絕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到底說了什麼呢 法說會的栽要 說它的變壓器71.39% 配電盤12.63% 這個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整體來說 就是說除了亞洲、日本、韓國以外 華城是台灣唯一能生產 500KB變壓器廠 那以獲利的角度來看 今年有一半的獲利 都來自於外銷 那其實它的外銷 應該說是 美國營收比重大概是30幾% 我沒有記錯的話 30幾% 那有一半的獲利來自外銷 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說美國那邊的毛利率 真的很好 價格真的很好 那另外呢 華城也的確 它的在亞 在美國的基礎建設競爭對手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所以呢 再加上 為什麼 應該說啦 華城為什麼會說沒有競爭對手呢 不是沒有競爭對手 而是說 它在美國這邊的競爭 對手很少 那主要就是因為之前呢 還沒有在去中化之前 美國跟中國還是有合作 還是用中國的一些 重電的一些變壓器什麼東西的 那跟韓國也要合作 可是在去中化之後呢 中國就退出市場了 然後在韓國的部分呢 在這幾年也退出市場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一個所謂的那個那個反傾銷稅 還是一個稅率的問題 稅率給的很高 那韓國是覺得說去做美國這一塊呢 毛利太低了 所以呢 也退出了美國市場 就變成說亞洲區就只有華城 可以去接這個單 那這部分呢 等於說華城就是 人家說什麼 是留下的人就吃大餅嘛對不對 就像那個 那個陳醫場 疫情期間倒了一堆 那剩下的餅就被少數大廠吃掉 那這個變壓器市場也是一樣啊 在美國競爭對手唯一退出了 那剩下的餅自然就大 就少數的人就分著吃 所以說華城的獲利會越來越好 就是這樣子 那機構的看法呢 第一個是指說 明後年持續維持雙位數成長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是事實啦 因為從他的一些展望來看 我覺得雙位數成長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只是說那個稍早 有看到華城自己有發重訊出來澄清 說公司沒有說過這句話 沒有說過這句話 但是呢市場應該都知道 那第二個呢 是公司將持續提高產能 那變壓器產線的人力呢 是去年年中的兩倍 那法術會其實也有人問說 目前你們的產能已經滿載 那營收收入載也上不去了 因為他們沒有任何的擴廠的打算嘛 那其實華城市有提到說 接下來呢 週末也會考慮要加班 然後同時呢 整個設備呢 也會增加自動化 那所以呢 進一步的用目前的產能呢 去提升產能 以貢獻更多的營收 所以這塊看起來 講的是滿正向的 那再來就是說 國外電視公司通常需要超過一年半的認證 需要一年半的認證供應商 那而且還要再花一年以上時間去做採購 所以呢 華城在這個國外的市場界上很難被取代 好 整理來說啦 昨天法術會的內容我看起來感覺是 不能說沒說什麼 但是有點像之前的華府一樣 就是說我們接下來很好 然後狀況很正向 但是呢 一些詳細的數字 基本上都沒有特別的說 但是 呃 整個說華城大概講最樂觀話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呃 獲利還會繼續提升 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呃 短線來說這個重電族群啊 最近的整理 呃 像中興電 最近算是連 一二三四五六六六 連六黑 那 亞利呢最近也高檔也出了一點 呃 後面的力道有點不夠 那再來就是主要就是1519 的華城 那會覺得說短線在這個族群長多之後 之際一定勢必要輪動去進入整理嘛 那我覺得以華城亞利中興電三家 海城都有在觀察啦 那只是說短線長多之後進入整理 那我們就好好的觀察它整理過後 下一次再發動的機會 只是說如果你說你要現在進入布局的話 也不是不行 那就提醒大家自己防守點把它守好就好 好 那我們這階段都大概到這邊 那明天呢 好不好今天 下午呢 廣達音業達都有法術會 那音業達呢 昨天說這個他們的神經什麼網路IP 說有被世界前三大這個什麼IC設計廠 有兩家呢 就是有要向他採購什麼的 那這一塊的夢呢 基本上海城長就看來報告 是說這一塊可能連建商自己都說 還要再去跟公司去做了解 那我們再觀察一下 音業達到底有沒有什麼更重大的利多 那其他呢 就是像是這個被動員進場 做這個電源管理 是好像是敢電管理什麼東西的這個心情 再來就是金鼎 然後光潔 那再來還有IP廠的這個經歷科 那我們明天我們再來看有什麼好東西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就是大家操作順利 好我們明天見拜拜 我們在那麼多兩件事 我們也會不會過 好多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